宋祖儿与蒋依依两位小花 几乎是同时被曝光偷税漏税 但两者的情况还有些不同 目前来说 宋祖儿方一直是沉默的态度 也就令网友心中有数了 后续反转的机会为乎其为 而蒋依依在舆论发酵后 其工作室也是火速发出声明 一五一十交代了事情原委 按蒋依依工作室所言 蒋依依是被前经济公司坑了 假设她赚一百万 可能蒋依依到手的就只有几十万 前经济公司也并没有依法替蒋依依纳税 而蒋依依这方也没料到 自己在财务上会有漏税的情况 不过前经济公司也出面捶蒋依依 她的财产几乎是由她妈妈管理 前经济公司表示 蒋依依妈妈完全有权利 去自行查看公司税务问题 所以不存在不知情的情况 前经济公司不认可蒋依依方甩锅 也在努力的反击 目前属于僵持不下的局面 但是在网友看来 蒋依依偷漏税事事时 就该一视同仁对待 必须封杀 前居之鉴这么多 那与这些明星们竟然还能知法犯法 果然赚得越多就越扣 宋祖儿方迟迟不回应 就足以证明她在这件事情上不占理 官方虽然还未对她定性 但实际内部已经开始规避风险了 9月3号宋祖儿原本有一场直播活动 出事后 品牌方紧急邀请谢娜这场 宋祖儿后续还有多部作品要播 而且还都是大项目 比如无忧度 折腰 包括正午阳光的艰难的制造 同其他劣迹艺人一样 宋祖儿这几部剧必定是要搁浅了 网传无忧度本来是要在9月份播出 但现在这个排播计划停止了 疑似爱奇艺内部员工在宋祖儿出事后发文 说接到无忧度项目停止的通知了 还表示无忧度这个项目做了5年 起起伏伏不知道走了多少弯路 没想到临到播出 上天跟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 入职爱奇艺5年 落得一个零产出 零时机的结果 工作人员这番话 似乎就在阐述命运对他们的不公 也非常无奈 已经有要任命的心态了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股心酸 同样 折腰的编剧在作品杀青时 还发文称 这个剧本已经打磨了4年时间 终于盼到杀青了 那个时候的心情想必十分美好 万万没想到 他们引以为傲的女主 会在要丰收果实时 给他们当头一棒 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做错 却要为别人的错误行为买单 如果宋祖儿的作品还能播出 那内鱼就乱套了 之前那几位偷税的粉丝 一定不会罢休 那么清朗行动就会变成笑话 所以说宋祖儿的这几部带播剧 是不可能如其播出的 有消息称 无忧度剧组 目前已经着手换脸工作了 要找人重拍 而无忧度的导演林玉芬 最近时则是要重拍青簪行 结果无忧度也这样了 惨还是导演最惨啊 一把年纪了 不分日夜的产出作品 结果连播出都成了奢望 而任嘉伦的粉丝 在得知宋祖儿出事的那一刻 也纷纷破防 开机一事上 任嘉伦表示自己等了这部戏 将近一年的时间 也是他第一次跟明导合作 更是他第一次拿到这么好的班底 粉丝知道班底后 也是十足的自豪与骄傲 官宣主演时 粉丝跟打了鸡血一样 为任嘉伦做数据 并自掏腰包 努力畏惧宣传 凭什么因为宋祖儿一人 就要连累这么多无辜的人 重拍的话 那项目至少也要放在明年了 有消息称 妮妮的夜旅人也打算重拍了 只要找对人 不至于让项目血亏 青簪行就找了零更新 不知道无忧度会找谁呢 一人一旦他方 就要无数人来为其善后 从一先从得 让别人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也不知道这些人 心里会不会过意不去 没关系 没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